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建水紫桃 以其独特的工艺和书画风格而徒步天下 云南建水 在中国西南边疆的红河北岸 这里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 风景优美 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重点风景名胜区 每一件紫桃都需要经过镇浆制泥 手工蜡坯 湿坯装饰等六项大工艺 选取紫 白 青 黄 五花等五色桃土为原料 倒成粉末 加水反复淘洗 直到泥浆静止后 如膏死之 细腻无纱 风为何各 匠人们沿用数千年前的制导工具 淘车 全程以手工完成淘气造型 泥坯为血肉 书画为筋骨 将人以桃为止 留白 勾勒 线条流畅如自然天成 紫桃不只是艺术品 更渗透着人生的态度 随着现代人审美情趣的衍生 渐水紫桃的收藏 渐上正成为人类物质文化研究史上 重要研究对象 继承传统 发扬创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